我跟你說我只是 就是講話比較芬芳一點 那我思想保守 小時候都不敢看健康課本 你思想保守 沒有思想保守 等一下 你在電視的時候跟斐騎聊什麼 他開口第一句就問人家說 我說你最近氣色有點差 對啊 那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 對啊 你先會信你自己吧 到了大家最愛的知識王環節了 是不是有人不愛 有人不愛 是誰愛 很愛啊 我們都很喜歡 很好玩耶 對啊 我們玩過漫畫知識王 動漫的 然後樂天的 都很好玩啊 嗯 沒有 今天這個主題讓我有點害怕 他早上就密我說完蛋 他要被罵 為什麼 今天考那個小學知識王 因為小學沒在讀書你知道嗎 哦 你們在讀書 大家小學誰會讀小學 大家都在玩啊 對啊 我覺得不是國中知識王 都覺得還好 但是今天離小學最近的就是這個 你 我覺得他應該成績會最好 對啊 希望 希望我等一下不要 墊底 不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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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問兩個轉移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立奈文創的轉移 你怕什麼 立奈文創的轉槍 你這樣是 OKOK好也是啦 等一下要加油 我覺得他應該拿第一 我也這麼覺得 對啊 然後我們今天呢 那個知識王考的是 科目是 國文數學還有 健康教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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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名 為什麼是我 我跟你說 我只是 就是講話比較 芬芳一點 然後我思想很保守 我小時候都不敢看健康課本 你思想很保守 沒有思想保守 等一下 你今年是來的時候 跟斐琪聊什麼 你什麼 你什麼 他不是說他很想跟斐琪聊天 不是 因為斐琪喜歡聊一些 聊色 有顏色的毛鼠 不是 他那個什麼 他第一次 他開口第一句 就問人家說 你上次 什麼時候 我說你最近氣色有點差 對 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 你現在不會信你自己吧 超好笑 好啦 回歸之後 你今天就是這三個項目 好 準備好了嗎 好了 那我們要來進行 我們的第一題囉 是非題 籃球比賽規則裡 若罰球實主罰球員 受傷離場 應由該對隊長主罰 對還是錯 這什麼意思 我沒在看 籃球比賽規則如何 我有發出十主罰球員 受傷離場 這是要回 是非吧 是非 蛤 隊長 就是圈我擦 我今天所有節目通過說 他們 斷考的時候 斷考的 小學會考這個 小學會考這個 小學又考體育了 我怎麼不記得我小學 有看過這個小學 小學體育課不就出去 玩玩躲避球嗎 對啊 有這種事 有這種事 是 加油 對 該對隊長主 我們是監問嚴謹 所以請了小學老師來請 真的 該對 剛好他也是 地難文庄而已 對啊 好啦 隨便猜一個 我也隨便猜 好了 來 OK了嗎 一 二 三 答案是錯 籃球比賽規則裡 若罰球始主罰球員 受傷離場 不是由該隊隊長主罰 而是由替補球員主罰 替補球員 替補球員 因為我在想 你知道為什麼會寫差嗎 因為我在想可能隊長很忙 他沒辦法就是每一場球才 對 所以 所以肯定應該不會是隊長 對長很忙 沒有 我是說籃球的好不好 我不是姓籃的 不要這樣子喔 你還在隊上 我還是隊長 小心一點 好 第二題 三角形比圓形輕 好難喔 正方形重 請問 是畫出那個東西對不對 沒有 是非題吧 不是是非題 沒有沒有 是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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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 比較重 這是哪一個比較重 好啊 可以 應該是吧 我覺得我也是不太確定 好了嗎 好了 等一下喔 快點啦 所以要倒數一下了吧 你剛剛問 快點倒數 五 四 好 那我們要公布答案囉 來 三角形比圓形輕 三角形又比方形重 請問圓形和方形誰比較重 答案是圓形比方形重 我們怎麼會開心 好險... 不然就比小學生還不如 他還有那個圖圖啦 三角形比圓形輕 然後三角形比正方形重 所以其實是圓形是最重的 對 OK 下一題 籃籃在運動會時比賽輸了 哪些同學的對話有同理心 沒關係 你已經盡力了 你就是太弱了 才會輸 輸了就輸了 有什麼好難過的 以萱說我知道你很難過 下次再努力吧 哪一...喔 你是複選題對不對 複選題喔 複選題 看一下喔 對 有同理心 有同理心喔 所以可以同時選兩個三個 你就是太弱了才會輸 答案有幾個了呢 等一下這樣講不行 對 然後你的個性又改口 那你的個性不夠太好 不可以這麼強 輸了就輸有什麼好難過的 零一也不行 為什麼... 好 我好了 好 好了嗎 好了 3 2 1 有同理心的同學是 林湘 以萱 林湘跟以萱 都是意思 答對了 耶 林湘跟以萱是有同理心 真的 真的 他沒有抓人色去那個 沒有 他有抓人色 好 斷考 斷考 這是斷考題喔 這是斷考題喔 不然我現在的腦 智商在小學應該是一百分的人 你確定你剛剛斷考了 三角形圓形跟我想那麼久 我還演算嗎 這邊機器有問題 你還給我演算超久 我還要演算 雅涵呢 你在小學時期成績怎麼樣 我成績很爛 很爛你說是 就是... 就是... 就不愛讀書啊 吊車尾那一種爛嗎 滿... 滿吊車... 可能中後啦 沒有都吊車尾啊 但你後面有起來嗎 中學或高中有起來嗎 中學或高中有起來嗎 國中的時候有比較認真念書 然後高中又還好 因為高中我是讀那個美髮的 喔 就比較會著重在技術上面 對 所以難怪你今天比較害怕 你也是嗎 我今天超害怕 你小學的成績如何 就是不好啊 我都是那個體力很... 就是... 運動... 運動... 對,我就是班上可能跑第一棒 或最後一棒 或是那個... 你是接力跑第一棒跟最後一棒的人 或是躲避球砸人的每一種 你運動能力很好喔 對 好,那你體育剛剛怎麼沒答對 我答對囉 我說快講啊 快講很忙啊 快嚇人 可是我國小是那種就是 因為我爸就是說 我考90幾分可以有獎勵 所以我那時候都會想要考95以上 95到100之間 所以我那時候雖然成績還不錯 可是到現在我變成最後一名 所以你小時候成績好 不一定長大就錯 然後小時候成績不好 也不一定長大成績會不好 對,所以還是見仁見智 那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支持王 耶